三位以上股东的公司 如何来设计好的股权结构 很多人说 李老师三个人以上的股权结构怎么设计 这里面呢 首先给大家讲一个案例 讲一个我们大伙熟能响耳的一家知名的 我们民营的国内的高科技公司 小米 小米公司大家都知道 创始人雷军 雷军创建小米的时候 他用的思维方式 我要给大家说一下 他用的是什么思维呢 是投行思维 什么叫投行思维呢 就是他以金融投行的眼光来设计 小米的未来的资本规划 以及商业模式 雷军这个人呢 我认为是一个年轻人的楷模 从一个草根的家庭出来以后 自己大学毕业 进入我们中国的中关村的一家企业金山 从金山从一个程序员开始干 干到总经理 并且帮助金山成功上市 上市以后自己又出来做投资 其实这个时候雷军先生已经个人财务自由了 一个人能在个人财务自由的基础上 付出那么大的精力 承担那么大的风险 那么大的勇气来创建一个公司 小米 我认为这个人的人品是值得我们敬佩的 他的股权当时什么情况呢 我们大家看一下 小米公司刚创建的时候呢 他的注册资本并不高 只有100万 小米科技 那么到了2013年的6月4号 增加到了5000万 他的股权一开始只有四个人 雷军先生占77.8% 黎万强先生占10.12% 洪峰先生占10.07% 刘德先生占2.01% 这四个人的股权呢 几乎就是占据了小米的全部股权 那么在这个企业发展的过程当中 他遇到了多轮的投资 我们看一看 截止到2014年12月 小米已经完成了五轮融资 总融资在15亿左右 2011年7月A轮4100万美元 这时候公司估值2.5亿 2011年12月B轮9000万美元 估值已经变成了10亿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小细节 就是在2.5亿美元估值的时候 它融了4100万美元 大概占个8%左右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到了9000万美元的时候 达到了10亿美金 这个时候 公司短短其实 只过了五个月 但公司的估值已经增长了四倍 这个其实告诉我们的 我们在融资的时候 待会不要着急 千万不要一口吃个胖子 一开始不要融太多钱 因为一开始你融太多钱 对你的股份的比例稀释 是非常巨大的 所以要小步快跑 每一轮融一点 当你每轮融一点的时候 你的融资进来以后 你的公司的估值会提高 你后面再融资 你融钱的时候 你稀释的股份的比例会降低 这是个技巧 到了2012年的6月 C轮融了2.16亿美金 估值40个亿 2013年融了D轮 融资格没有透露 估值是变成100亿 2014年12月 融了11亿美金 估值450亿 2018年 小米现在要准备在港交所上市 已经递交了申请 估值估计在600到700亿美金 在整个这里面 多轮融资以后 这里面非常重要 多轮融资以后 雷军的股份仍高达78% 原因何在 因为雷军已经在媒体采访中 做了公开回应 小米采用的是VIE架构经营控制 小米发起时的股份比例 应该体现在VIE架构的境外端 也就是它有一家境外公司 来控制境内这家公司 因为它在香港上市 是需要这样的设计的 VIE设计的 所以说小米呢 也是做得非常出色的 那么我们传统的企业 很多投资人拥抱互联网 做投资 做财务投资人 然后有专业的互联网人做运营 那么中间呢 他们有很多的 在股权结构上的误区 造成了不好的结果 我给大家讲几个案例 有一个案例 一个叫李蕊的 这都是虚构的 在三甲医院已经干了十年 前六年主要做复刻临床 后四年呢 统筹整个复权的管理 在2015年 互联网大热的情况下 一个做风投的李哥 说只要我出来做项目 就愿意投资 我也萌生了 做APP的一个想法 这时候呢 这个李哥呢 就联系了一个 做BAT的产品的高手 雨清 这样的话呢 小姑娘愿意跟她联手 来做互联网的一个 顶级的医生服务 这个时候呢 出现了一个股权架构 CEO是我李蕊 占35% 雨清作为首席产品官 占18% 再找了一个CTO 首席技术官 占18% 这样的一个结构呢 我们可以看出 最大的问题 就是35 小于18加18 也就是第一大股东 它小于第二大加第三大股东的比例 期权持呢 留了29% 这个比例有点偏大 这个属于博弈型的股权架构 这样的架构很难成功 后面呢 还有一个投资人 姓王叫王哥 他也想投互联网 他用的架构呢 就是完全按住 他的想法是对的 就是他占49 他投资 他占49 互联网达人占51% 按政商来说 这个王哥是够有诚意了 他拿钱来投 他占小股东 人家没有投钱 占大股东 这可以了吧 结果没想到 这互联网大人 在烧光了他的200万投资以后 给他所总监 说这个问题啊 没法解决 他一拍屁股一走了之 对方呢 没有承担任何的风险的情况下 也不认这个王哥 所以他这个股份比例 也是错误的 第三个呢 这个刘哥呢 就比较镇定了 他通过人力资源 整员的层层筛选 耗持三个季度 批了两位 传统互联网的一个应用经理 然后呢 这样的比例 公司占80% 这两个产品经理 一共占20% 刘哥的想法 这个公司 这两个人应该全力一副干了 没想到呢 这两个人 干了一段时间以后 写了两份辞职报告 离开了 也没有起到应用的效果 原因在哪里呢 我们给大家分析一下 我们的35 1818的股份 CEO和CTO加起来的股份比例 已经超过了大股东 这个时候呢 CEO有一票表役权 会形成僵局 所以18加18 大于35的股份比例是不对的 另外 三位股东之外 剩余了29%的股份 若按期权持占10% 天使投资人占19%的话 那么天使投资人和首期产品官 加起的股份是37 也大于35 也是超过大股东 所以说 期权持的股份也是比较高的 它是一个制衡型的股份结构 三人以上的股权比例 我们给大家提出一个方案 第一个 25%乘以4 这种比例是严格禁止的 不允许的 完全失去意义了 第二个 95加2加2加1的 创始人吃毒食的方式 也是完全没有任何意义的 比较合理的架构呢 是70加2加5加5 第一大股东70 剩下的加1起是30 或者是67 18 15 这个67可以作为创始人 18是合伙人 15可以作为一个期权持 作为公司的员工持股平台 15%是可以的 一般情况15%都足够了 剩下的公司 进到上市以后 通过股权激励定向增发的方式 可以再增加 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或者是老大相对控股 34% 51% 合伙人占20% 16% 15% 员工占15% 也是期权持 创始人有一票否决权 就是创始人最低要保住一个一票否决权 三人以上的股权设计 他应该遵循一个原则 就是二股东加三股东加四股东 要大于大股东 就是二加三加四要大于大股东 但大股东要大于二加三 这样一个比例就让大股东既有动力又有约束 我们需要的是又有动力又有约束 两个都需要 这个是三人以上的一个股权结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